上周六我们约好了四点钟去做一个验房 我千惊惊万嘱咐跟listing agent说 你四点钟一定要把房子腾出来给我 结果我到的时候 哎呦他们正在做open house 我的天哪屋子里面一大堆人 外面有好几伙人还在等待 我说你这房子得交给我了 这四点钟到了 agent说对不起对不起 今天来了四十多伙人来看房 四十多伙人来看房 天哪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端多杰达地产的broker Friday 今天是2021年10月30号 一个open house能吸引四十多伙人来看房 这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先说一下这个房产 这个房产是上周 我帮我的一位客户买的一个房产 是在十六街和Duffering 这是在Patterson这个社区 Patterson是旺是比较靠近Rishmont Hill这个区域 它是在Patterson的中部 是40尺乘以110尺的Lot 里面是2600尺 是咱传统说的442 四个睡房 四个洗手间 两个车库 那这两个小时open house有40多伙人 这真的这也是一个很热门的这个房产 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这房产呢 还有真是有三个特别突出的特点 可以讲是不同之处 首先呢 就是说它这个房产呢 风水比较好 三个这个三层啊 都是向南 院子也是向南 南北向嘛 它这个下面basement是work hall的basement 直接通院子 而且这个院子呢 前面的话呢 是一个公园 然后再往前呢 侧面呢 就是一个小森林 哎呦 这风景很美 近处就像group seven画的那个画一样 很美 最重要的是远处哇 可以看到多人多的城市的风景线 咱说condo一般提看风景啊 风景好 这家份 house谁提过看风景啊 house一般都是在小街上嘛 看门对门 是吧 看小街 这个房子不是 这个房子的这个从 无论从地下室 还是从这个一层啊 煮饭的时候 还是说上面楼上的主卧望出去 都是一幅油画啊 远处那就是印象派 莫奈 城市的风景线 近处那就是group seven啊 两个结合在一块 你想看谁就看谁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在不同层面的望出去风景就很好 这是他这个房产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啊 那个望出去风景好的话 心情就愉悦嘛 心情愉悦自然就风水好嘛 所以这房子风水就是满分 这第二点呢 就是说这个房产呢 它这个地区比较好啊 而且房子新啊 咱说这个Patterson这个社区啊 是在旺市 旺市是整个这个加大范围内啊 治安最好的一个city啊 犯罪率最低啊 而且这个社区呢 它比较新啊 就是说这个建的房子都在12年之内啊 我们说16届 Duffering这个社区 而且周边呢 就是这个公园环绕啊 自然保护区环绕 是非常适合于居住的一个社区 再加上它的这个教育资源很丰富 小学啊初中啊排名都很好 而且呢 这周边的这个潮湿啊 交通啊 医疗设施啊 就很方便 所以这个地区呢 是中产 就高收入的中产 很青睐的一个社区啊 主要的族裔呢 就是犹太人呢 意大利人 这超过50% 剩下的还有一些欧洲人呢 亚洲人也有一些啊 当然还有咱华人 也逐渐的进入这个区域啊 那也就说呢 这个区域呢 是属于好的区域 哎 房子新啊 再有就是开价 开价多少 开价一百八十八八八 这个咱说一百八十多万 这开价也不低啊 是 是不低啊 这现在旺市在九月份的 独立屋的平均均价是一百八十万 是吧 它这个价格呢 开的刚好比均价呢 略微高一点点 但是 房子里面的condition啊 upgrade的呀 还有这个风景啊 这个风水啊 还有这个房子 整个这个地块 远远超过平均的水平 所以这个呢 就是它的好的风水 好的地区又比较新 户型又正啊 采光又好 再加上呢 开价呢 哎 又这么适中 这么有吸引力 所以呢 就吸引了 很多人来看 是吧 这是 当然我们呢 是属于 现在以胜利者的姿态 来讲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是 这个房子是上周四 这个上市了 周四晚上呢 我们就就过去看了 看完以后 觉得太好了 赶紧得下offer 他又没要求 统一收offer 机会 机会 所以下了offer以后呢 转天上午呢 就是签回来 签回来 我们 它是开价188 是吧 我们给到185 人家说 好 respect first offer 给你们199 要就要 而且是答应我们 就是有一天的时间 去验房 我说没问题 take it 是吧 那个卖家也很开心啊 说这个 买到了一个非常心仪的 这个房产 所以说呢 现在在市场上面 现在整个这个GTA啊 包括周边一些地区 好的这个区域 180多万 这是起步的价位了 这个双车库啊 就是新一点的这个房产 再加上 就是说像现在 如果碰上了呢 这些比较有特点的 风水又好 户型又正 采光又好 而且呢 就是说这个周边 这个设施又比较便利啊 学校资源又好 开价呢 又适中 这样的房产的时候呢 就千万别犹豫 这是我的说法 因为现在整体来讲 市场有些人讲 这个利息要账了 是吧 这个买家也是很焦虑 看到很多的房产 也就是supply demand 现在有点失衡 是吧 这个买不到 所以这个时候 心情又犹豫了 那我讲这个案例呢 也是讲的 就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呢 这个好房子不等人啊 如果看到了心仪的房产 只有价格适中 那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好了 朋友们 今天就分享到这 好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